在开始我们的课程之前 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薩斯丰各部位的名称 方便我们后续的教学 首先为您介绍 薩斯丰最大的一个部分 管身 body 在拿取薩斯丰的时候 最好像我所示范的 手持薩斯丰的喇叭口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拿取乐器的时候 手持薩斯丰的喇叭口的部分 手掌会用力 如果抓着薩斯丰的其他部分 像是这里 或是这里 因为其他部分的按键很多 可能会因为你的用力 时间已久 造成按键变形 导致乐器楼器 再来 为您介绍 薩斯丰的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的脖子 Nick 它是组装在薩斯丰的上半部 接下来介绍 薩斯丰一个很重要的发声元件 我们的竹片 Read 薩斯丰要靠竹片的震动来发出声音 越薄的竹片越容易震动 但声音叫单薄 越厚的竹片声音相对的叫扎实 但是也因为它叫厚 需要更集中更多的气 才能够推得动它 一般竹片的厚薄 是用号数来区分 一次跳半号 二号 二号半 三号 三号半等等 数字越小 竹片越薄 初学者建议 从二号半开始入门 之后再依个人的喜好 与习惯来做调整 接下来介绍 薩斯丰的吹嘴 Mousepiece 薩斯丰的吹嘴 有非常多的选择 也是一般学习者 在想要升级薩斯丰的声音的时候 最先选择想要更换的设备之一 一般常见的吹嘴 有两种材质 塑胶吹嘴 或是金属吹嘴 购买乐器的时候 多半是附赠塑胶的吹嘴 而金属质的吹嘴 因为材质的关系 比较容易产生 较直接而明亮的音质 有人说 金属吹嘴的发明 是为了让薩斯丰 跟现代那些电子乐器 比如是电吉他 合成键盘来抗衡 吹嘴除了材质 各厂牌最大的差异 是在内部共鸣式的设计 共鸣式的设计 算是影响声音 一个很大的参数 而型号 主要是区分吹嘴的开口大小 开口越小的吹嘴 逐边可以表现的振动越少 声音比较温和 开口越大的吹嘴 逐边可以表现的振动更多 表情更丰富 可是 你的气量与控制的能力 需要更多 才能够掌控得好 再来是竖圈 也是非常多的种类 可以加以选择 在它的功能上 则是负责固定吹嘴 与竹片 最后 是一个小配件 吊带 它主要是负责支撑 与分散乐器 在我们身上的重量 原则上 沙子峰的每一个部分 都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 去做搭配 至于我对于初学者的建议 其实不用花费太多的金钱 去追求所谓的名牌设备 因为你对于沙子峰 才刚开始入门 那些配备 对于声音的影响 还有你自己 对于声音的需求 都没有那么了解 在一开始的学习上面 与其把时间跟金钱 花费在购买名牌设备 还不如 把时间花在练习乐器上面 才是最正确的 充分的练习 才是进步的不二法门